家是什么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搭上五年话题 在开春第一天就推出喜气洋洋的浮湖广告 创办人马斯克更是在自己的推特网站 po出睡墨小虎的图片拜年 画中圈出小虎周边的中国红部分 被眼前网友发现有藏字 像是英文的sexy 似乎是在暗示中国红很性感 赵宗方济各则是在周日弥撒时 向所有华人社会拜早年 期许就在疫情期间 很多家庭无法好好相聚 人要记得并体验家人之间的爱与欢乐 全球各地的中国城则是一物龙武师的古月迈向虎年 英国王楚查尔斯王子也在自己的官网上 以简体中文和英文发表拜年的祝贺词 强调即将到来的虎年是象征勇敢 接受挑战与冒险的一年 往年白宫一定会发出贺词拜年 虽然今年的拜年片还没出炉 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在烧走 透过推特剖出富贵版的俯虎图 他特别希望在虎年全球各国能攜手 为和平和富裕的未来合作 请不吝点赞订阅